就說在雅尼的這件事情上面 我相信行政院非常注重這件事情 我也相信行政院會這件事情 會做最妥善的處理 因為民意是真的很清楚 也就是說水泥工廠的採礦權 我們將來要怎麼樣做一個有效的規範 而且還是要回溯到現在 要回溯到現在 要回溯到現在 正在運轉的這一些水泥工廠 就是新礦或者新的展現案 都需要做智商統一權 現在只差那個就是說 要不要回溯到過去的情況 要不要回溯到 要不要回溯到 過去的情況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雙方坐下來談 以我的經驗 應該可以多多少少找出一些 解決問題的辦法